我們主要是利用什麼 利用那個COUNIF 這個也是 其實當然你平常會用 你就知道用COUNIF 可是如果你不知道的同學 那你就可以什麼 藉由那個CHARGE P 告訴你一些提示 也就是說如果你本來不會的 其實用這個方法 蠻好的有沒有 那你就把問題敘述給他 所以如果你要公示 你就跟他講說 請跟我撰寫ESALE公示 然後做什麼事 這裡的話因為跨工作表 所以請特別注意 這邊有一個叫什麼 K名單工作表 你要跟他講說 在另外一個工作表 在這個工作表 然後我這邊是用A欄敘述 因為我覺得用A欄 好像比較簡單 比較不容易出錯 好 那接下來的話 如果我希望把 剛剛這件事情怎麼樣 不要用那個ESALE公示 而是希望把它 把它變成寫成VBA的話 那應該怎麼寫 因為上面已經敘述過了 所以底下的話 我就直接跟那個CHARGE P 講說幫我改為VBA的 SARB程式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關鍵字 一直都會出現 有沒有 如果你直接就請他寫 不過你要把問題放在後面 一樣的道理 OK 那只是說 因為那個公示的話 我們將來是直接放在某個儲存格上 所以不用跟他講 要輸出到哪裡 可是SARB沒有 SARB你要先跟他講說 你將來資料要放哪裡 不然的話他不知道 然後這邊的話呢 我有特別在敘述一個 工作表名稱為查詢名單 意思是跟大家講說 這個是查詢名單 然後這個是黑名單 因為我好像原來剛開始沒講 工作表名稱的時候 或者是說你前面這個問題的時候 像這個A2 前面就可以加一個什麼 將查詢名單工作表的A2 就加在這邊 那你那個SARB就不用再多加一個 工作表名稱 因為我目前這個範例是跨工作表 所以將來如果你是跨工作表的時候 請特別注意 一定要加上什麼什麼工作表 OK 不然的話他會搞不清楚 OK 好 那所以呢 我就把這個問題丟給他之後的話 他就幫我寫出來了 於是他就很快就寫出來 一樣 所以這個寫出來之後 把它複製一下 然後呢 我們一樣就到開發人員裡面 把這個程式直接插入一個模組 直接就把它貼上就OK了 好 當然啦 我是建議最好 你就可以先稍微看一下 到底他幫你做哪些事情 那我一樣 開頭就把這個先砍掉 然後看一下 他其實就是什麼 這個慢慢看得懂吧 Walkship其實就是工作表 那工作表指的是什麼 指的就是我們這個查詢名單就這個 那黑名單有沒有就這個 所以其實他是用這個名稱代替他 這個名稱代替他 所以這個後面如果加點Sales的話 那指的是這個工作表裡面的Sales 指的是儲存格 那哪一個儲存格 所以底下的話應該我看一下 他寫完之後 這個這個 底下這個他是 這個是向下 他是追蹤最後一個 不過他這邊的方法是 就是AND X up 點落 這個什麼意思 其實他是這樣的 他是Ctrl向下 他是直接到這個最下面之後 往上追蹤 也就是說他追蹤到他這個 他會得到5580列的資料 那你會想說老師 你為什麼中間1000這邊 直接就斷開來 因為蠻長的東西問 其實主要原因是因為 本來我要同學查5000多筆 但是因為太大了 所以會怕查太久 因為以前 我記得以前 這個範例大概十幾年前 十幾年前電腦沒那麼快 跑非常非常 就是你 像我們剛剛不是 向下點兩下的時候有沒有 會卡一下下 但是不會卡太久 但是十幾年的電腦 就卡很久 點兩下之後呢 因為他一個一個慢慢比較 所以後來我就把這邊 乾脆中斷 我不要讓你們 因為以前沒有 以前是這邊連在一起 那很多時候很多同學 就光那個 向下填滿這個動作 他就卡太久了 所以我就直接乾脆怎麼樣 我現在電腦真的太快 感觸向下 沒有 他這邊停 他這邊停掉 向下填滿看看 有啦 這個卡比較久 有沒有 光這個地方有沒有 有啦 大概要三秒鐘左右 可是如果十幾年前的電腦的話 那可能要30秒才能跑出結果 所以我把那個地方 把它去掉 試試看好了 所以你會發現 他如果向上追蹤的話 得到就是5000多 所以他等於是5000多 每個都比較 然後呢 這邊的話指的是黑名單的 全部的一個一個比較 它是一個一個比較 所以這邊的話 一幅就是兩個相同的話 把它看著加一 然後把結果輸出到哪裡 輸出到這邊 所以我把這個先刪掉了 但是這邊有個問題 因為這樣比下去 不得了了 為什麼 因為那邊有2萬多 這邊有5000多 那如果把它相乘的話 是一個非常大的數字 所以我這個地方把它執行之後 發現一個很悲劇的事情 什麼事呢 它就一直這個漏斗狀 然後就這樣子 大概跑了多久 然後只怕說 最後跑到白畫面完蛋了 因為就down掉了 OK 所以我就趕快做一件事 讓它停下來 不過你如果太晚停 它可能就不理你了 直接死down 所以如果將來你跑跑跑 可是你要強制停的話 交給一個快速鍵 叫Ctrl Break 太晚按的話就來不及了 如果你剛剛早一點按的話 Ctrl Break Ctrl的話 應該知道了 Break的話在哪裡 或者叫Pause 在鍵盤的右上角 有一個Pause底下是Break 這個的話是強制中斷 也就是如果你按Ctrl Break的話 結果程式會跳出一個中斷模式 那你又會選擇結束掉 不過我剛剛太晚按了 所以它好像就沒反應了 OK 那所以這個實在不行 它其實程式沒寫錯 OK 只是怎麼樣 太沒效率了 所以怎麼辦呢 我底下就跟它講 其實將來如果你遇到這種程式 它效率太差的話 我就在底下跟它講說 你可不可以幫我寫得有效率一點 所以底下我就再跟它講說 請幫我優化程式 或者是叫什麼 請幫我 反正就是讓程式跑快一點 OK 然後提高執行效率 所以它就懂我的意思了 所以它說要讓VBA的執行效率提高的話 可以採取底下的措施 還跟我講兩個 第一個的話是使用字典 字典的話 來儲存黑名單的資料 這個是還蠻正向的 第二個的話是 禁止螢幕更新 和自動計算 那意思就是說 它在跑的時候 不會讓畫面一直更新畫面 這樣的話可以減少 它不必要的資源消耗 有沒有它底下有講 所以它又幫你寫了 那我們來試看好了 所以剛剛應該會被盪掉吧 完蛋了 所以以後的話 如果假設跑太久 趕快按Ctrl Brake 還來得起 但是如果你太晚按的話 那只能做一件事情 就強制把它關掉 重開一下 可是這樣會不會幫我存檔 不過好像新的版本會存到檔 但是舊的好 如果你是比較舊的Excel的話 可能就來不及了 我看一下 直接開一看看 但Excel應該 這邊有了 這邊有之前的版本 它在37分這邊有一個版本 OK 這個應該我看一下 開發人員這裡面程式 不過它程式沒有了 程式 這邊的也沒有 所以程式沒有 那沒關係 我重新再插入一個模組 我把剛剛這個黑名單再關掉好了 我用它剛剛 這個有存到檔 然後呢 剛剛的程式就沒有 那接下來的話 我就把什麼 把它優化的這一段 優化這一段把它複製好了 一樣把它貼過來 看一下 有沒有比較厲害一點 這個我覺得還蠻好的 因為以前如果要寫不懂優化 除非說你資歷夠深 資深工程師 不然的話一般出身要優化 一般菜鳥工程師 恐怕又不知道怎麼優化 所以這個一樣 我把那個DIN全部清掉 一樣它兩個工作表 它畫面不更新的話就這個 叫做Application 值得就以Sale 點ScreenUpdating 顧名的事情 等於False就關掉了 就是不更新 然後底下程式好像都跑一樣 還有它這邊多一個這個 CreateObject又出現了 所以以後你看到CreateObject 就是開外掛 什麼外掛呢 就是把外部的一個Screen 這個什麼Ditional 這個就是它講的字典 我看一下字典 兩個比較看有沒有比較厲害 最後把畫面更新打開 然後又可以計算功能打開 這樣可以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加快速度的話 這個可以學起來 我們來試一下看看會不會OK 把這邊先刪除 這個都不要 等於是剛剛這個是用Conif做的 那只是我不要用Conif 我希望讓那個 ChargeP幫我寫一個 比對程式有沒有快很多 我試一下 執行一下 欸 完成了欸 哇 剛剛是跑到完全 慢到不行 現在是快到不行 對 全部跑完了 太快了 馬上就結束了 欸 這差那麼多 執行一下 大概一秒鐘就完成了 哇 效率太快了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ChargeP在優化上面 還真的有兩把刷子 OK 這個字典我說真的 我自己也不知道 OK 然後呢 這個我之前是會這樣做 但字典這個實在是太快了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我這個程式嘛 你們如果要參考的話 你們也可以用你們自己的ChargePT 或者是說你可以在雲端上面 我有分享我的對話 這個對話你把它點開來 就剛剛那一段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 按燈 好 好